我自己實驗是學生的角色 我教你很多技巧 然後都是外面工作和食物的技巧 然後最近因為台積電關心那個 那個叫什麼 美國那一家 Applied Materials 也來台南這邊 新竹那邊 他們少過RD有進來 因為他們有跟我接觸 就是視覺方面 視覺方面 他們演起來在美國做 視覺方面是要解決這邊的問題 視覺方面成立一個RD Group 那另外一家是那個荷蘭的那個叫 AM什麼那家 那個公司已經進來 那進來的話 他們會照我們的人這樣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明年找工作自己注意一下 這些外的外商公司 他們的徵求的認識 跟我們上課這個語言有關的 他們在找 那外商公司 你不要太擔心那個 英文能力 英文能力要稍微 要稍微臉皮厚一點感想就好了 繼續再慢慢改進 好我剛剛忘記跟你去電話一些什麼 背光神學群的東西 這個是 這個你看不出它的結果 但是背景是背光神學群 這成果是背光神學群 它可以做最終的 有趣 這是我以前 大概十年前做的 根據那個長寬病 它可以知道這個人 倒了人能倒下去 這可以做路由太太非常快 背光神學群的結果非常快 所以這個背後就是背光神學群 因為攝影機不動 攝影機不動 我們整個就麻煩好了 所以這是之前我們 那這個是一樣之前做的 在我們細管這裡面 它可以做這邊 背光神學群的結果 這有雜訊 把雜訊拒讀掉在這邊 所以它很敏感 它只要有剪情鍵 它馬上會震測到 我們再繼續看 所以它的 它這個Model 你的那個 最主要是速度非常快 那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樹葉類的東西 這也是我們做的結果 你看樹葉 樹葉搖那麼快 這是下面躲一個人 躲一個人 躲一個人在搖那個樹 這是很有名的一個 網路是大家比比較的 那你樹葉搖都不一定 那你真知道被光 所以我們有承 承他這個人進來 所以這個 第一個是 這個屬於周期性 周期性的東西是可以去除的 反過來講 周期性的東西是可以偵測到的 我們講去除 是因為你知道它周期性 所以你可以把它偵測到 然後這個就進來 覆光了進來 所以它可以分離 所以周期性的東西 對我們來說是還蠻有用的 那我們也把它用到那個 測試這邊 這時數到100的 就算這個 算有幾樣測試過來 然後這兩 這機車線的距離去算它的時數 是還蠻準的 是還蠻準的 之前我們跟美國和德州一起 台灣跟資源有的時候 只要你在攝影機上換兩條線 就可以偵測它的速度 Counter這些東西 那技巧之後都是 所以前提是攝影機不能動 攝影機動就完蛋了 好 那這是我們實驗室做的 這還有一些 這是爆裂物 就是說不該放的固體 這是被偷的固體 這還蠻準的 這是我以前 我們救濟館 拿走了 你的東西被偷走了 它可以偵測出來 對不對 東西不能拿 任何東西被拿走 就可以偵測出來 那我們再看一下 那個 就這篇paper的 這篇paper的東西 這是馬來亞等 這篇paper是MIT的 然後這另外一個paper 是我講給郭美 我沒有講的 處理裡面 有人在動 它可以偵測 不會說 樹葉在動 它不會受影響 然後樹林裡面 有人在動 它可以偵測出來 那這個計畫 是美國 跟我那時候一樣 我是做那個 Stereo的探測 那這是馬里亞大學 他們是做 同樣的計畫 幾百萬美元的計畫 他們在 也是要 就是透過視覺 他希望偵測到 這個樹林裡面 後面是否有敵人在動 那是很可怕 做出來 你會發現 因為比較動 就偵測到了 而且你跑不掉 你可能就被 那時候是 希望是用那個 機關槍 手定住以後 機關槍就搭配 所以這個還蠻 做出來還蠻準的 再看另外一個 蠻大學的 蠻大學的域局很強 一樣樹葉在動 稍微影響 他人進來了 所以人總是被樹葉遮住 還是看得到 這次他們在收集data 這些學生在 就在這邊收集data 可以偵測到 能被鎖定 可以鎖定 Trading鎖定 所以這種 背光賞圈巡島 目前的進展到 到現在 事實上還蠻 蠻不錯 那這下雨天 下雨天 下雨天我們是 不大會是 也是一樣 這下雨天 你還是可以偵測到車子 或是移動物體 不大會受影響 因為雨是 不能算鮭魚的 雨就是這樣 一個方向這樣的直線 但是我暴風雨 不行 暴風雨 這雨就飄來飄去飄去 這個就會掉 如果沒有風的狀況下 是可以正撐到的 那這個是 OB攝影機 這我們也有做的 是 這是 360度攝影機 這有人在動 這個正撐到的 這個 這是 這是有 有 有些是Noise 但是如果有持續 但後面好像有 看得比較清楚 人出現了 人出現了 好 那 我上禮拜 跟那個 駕駛達人 總經理那邊 聊一下天 然後 拜訪我 聊一下天 他們說 美國加州是大貨 所以 美國加州目前 他們 花了幾億美元 再生一天 就佈置很多攝影機 那 跟台灣有關是因為 那些攝影機 不能拋了 不能太 不能消耗太大功率 因為要透過太陽能 就是太陽能的東西 攝影機 然後他去監控有沒有那個 煙霧的東西 這樣子 因為那個我們之前做過 他不是找我做的 他是在我跟他聊天 他說美國有這個 有這個案子 然後花了 就幾億美元 再佈很多攝影機 然後透過太陽能 然後去監控有沒有那個 這個 喔 來 用到耶南 再讓我們看一下 剛剛看到的是屬於 被光散血血的東西 那這個是 也是segmentation 就是可以把前景跟背景分開 它可以分的更細 頭髮都可以分的更細 那目前這個 成功的應用在電影上面 還有一個是那個video的東西 就是那個game game裡面的 它可以讓頭髮飄流 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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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都可以做segment 那segmentation要做什麼 這個我們就叫做這種AR的東西 把這個蜘蛛網拍到以後 把它萃取出來 你就可以把蜘蛛網貼到一個方向 再把它貼到那個 背景換掉 再把它貼到這裡 這夾的 讓你這夾看不清楚 所以segmentation上 後面就是可以做很多 那個AR的虛擬的動作 來看一下這個比較特殊的 這也是segmentation的東西 這model也 這是半能工的方式 不是全自動的半能工的方式 就是 這個model出來 就是 你要 他這邊是 我要整個 他覺得說 我的重點在segmentation 就是這個model 我怎麼去弄它 所以這樣就把它萃取出來 那萃取變3D喔 這是2D的影像 但是因為我有model 所以我把model 萃取變成3D的model 這個做這個還蠻有趣的 我剛才想往這邊走 時間 時間 就是配合的公司 沒有往這邊就沒有在做 就是 我這樣辦 這extraction 把這個就可以 這個我有做 就把前景跟背景分離掉 就增加這個 occurality的東西 好 用時間換取我的公司 快速看一下 這個 就2D 我可以用2D 動 可以直接3D 因為我有3D model 我就可以把它 弄成3D 那弄成3D的時候 你視覺就可以欺騙你實力 就可以欺騙你 剛剛是兩個 可以這麼多人 這個是一樣的 這我有做一部分 所以他先把背前景 用2D 用2D的東西 然後變成3D model 做出來就是這樣 你可以關它 但是這個轉 一樣喔 這個轉就是 這個轉 這個是假的 我不知道有做 我做這個 就是說 他轉過來以後 這份工程 轉過來這個樹葉是不處在的 它被你空空白白的 你只能把樹葉底上去 讓你視覺看得出來 這個到處可以嗎 就是我講AR的東西 所以這個還蠻 我喜歡做一些有趣的東西 有趣又可以 又可以 就有技術的東西 這大概讓我們看一下 有這個技術 這贏掉 我是做贏掉的 把這個 拿掉了 拿到固域 所以 這不是我做 但是我說 我有 之前有段時間 有做什麼 我們來發表一下 然後陪她 她 她就陪她 好 所以這是Model 這有Model 不同Model 這是她的形狀 而且就是可以這樣陶 這個Model 這樣子 這家裡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技術讓你知道 有進步到這裡來 好 那這個跟我們被光灑出去有關 那再也就是Model 剛剛講到Model 就是Model 就是Model 套這個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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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Model 就可以玩弄你的人臉 所以也虛擬的人臉 可以模擬你講話這些東西 只要這個Model 它很虛 那Model 就是後面就突然看到 只要人臉掃瞄完 就可以把這個人臉 模擬出來 這是正式的 正式她做的 但是我說 後面就有人開始在 模擬她的講話的東西 這個是好玩 她用她的人臉控制電動玩具 看什麼理由 我忘記她是用眼鏡過哪邊控制 那邊 Model 無緣無緣無罪 先描小描 board 再生前 amendment 有個 我就黄圓 再用心上 往前 我們期末的那個project 最後一週 U-Day是最後一週的前天 禮拜四 要八百五上來 跟正座也一樣 那隔天星期五就在這邊demo 然後帶那個人弄不可來 那你就demo給我們看這樣子 就把upload的上去 就放上去 那你們可以四個五個六個七個 一組沒關係 那一份報告就好 那報告怎麼寫我待會馬上寫 所以我們的成績就是 upload source code上來 那我會看你 我那天我會找我看你PPT 那到時候是 就是這邊會有做四排註教在這邊 那我會幫你分配時間 就帶來demo 大概20分鐘 就demo這個 那我會看PPT 那我會看這個東西 這是你的情況 情況齊集 那project demo的話就是這樣 大概20分鐘 那你PPT怎麼做 大概10頁左右 那我希望你上我的課也知道 學會做PPT 那是PPT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看paper 或是你做什麼就是 就是你有看paper或什麼 就拿拿拿 不一定你做啦 就是找那個有 Github有 source code的paper 就看paper 那就是他 就假設你做這個是他的態度 那他會出來的配合 那重點是你的組 就是你的名字嘛 你是第幾組 那你的名字 然後學好 一學好我們比較容易打分數 所以打上一個key比較容易好 那你是哪個戲或是哪個說 幫我寫一下 比較好找 那第一頁就是怎樣 叫introduction 通常第一頁就是一個 就分三個 就是motivation 你的動機 動機就是說 一樣這個動機的東西 假設你自己做到你自己寫 如果你看paper的話 通常動機會在第一 那個introduction的第一段這邊 就是說 introduction第一段會講動機 就是說你他為什麼做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可以應用到那邊 就是你為什麼做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可以應用到那邊 那舉例來講就是說 假設你做face detection 那為什麼face detection重要 這是第二部tivation 簡單寫兩三句 就寫出了 那再來就是objective 就是目標 就是說那我這篇paper 或是你這邊做的 現在我們確定要 因為要那個face detection很重要 那我現在這篇paper的face detection 是要解決就是frontal view的問題 或是我這邊的paper detection 可以解決 重視那個人臉45度 可以解針得到那個face 所以你的目的是要重視 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objective 那最後是這邊paper的貢獻在哪裡 通常貢獻就是說 他發展什麼解決目前的什麼問題 改善什麼問題 就是他的貢獻 這樣子大概一頁到兩個頁 這就是interview 那通常第二章會講 你講的negative work 我這邊不用 不要寫negative work 因為就是之前有什麼工作 要去做優缺人 這不用了 所以第二章就開始 你就要用他的framework 就是你整個流程圖是什麼 你不用寫那麼細 這是我內部講的 你不用寫那麼細 標題大概 最要是圖 放圖 那稍微解釋一下就好了 圖 然後稍微以圖為主 就是第一步你要怎麼做 第二步怎麼做 第三步怎麼做 第四步怎麼做 那通常 通常不會超過五個步驟 這種block 通常不會超過五個 你不要寫的事情 通常不會超過 就是你可能要整理成五個block 這樣子 讓每個block有些小細節 沒問題 所以 就在這一頁最主要是講 你怎麼做 training process的framework 就是什麼 那通常influence 或test process的 有程度 是跟training 大同小異 所以把training做完以後 你就把它寫到下一頁 就influence 就test 那兩個不一樣在哪邊是說 training是有包括training data 有包括loss function 因為我會一定要聽對你 所以你一定會有個loss function 你training data是什麼 那influence是不是有loss function influence是直接輸入是什麼 輸出是什麼 然後輸出是什麼 重點在輸入跟輸出 然後再下一張要講的是 因為我們focus在深入學習 所以你要寫一下 你剛剛那個framework裡面 特別強調是 你的地對立的architecture是什麼 就是你的地對立哪一層哪一層是什麼 那這個是舉的例 就是輸入是影像 然後經過extraction層 那uture proposal層 然後normalized層 然後最後輸出結果 就set了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話 這細節分的話就是這個 這屬於比較detailedarchitecture 所以在下面framework的後面 最主要是你要畫一頁到兩頁 講一下你這個地對立的架構是什麼 這樣子 好 那這樣講完以後 最後這裡就是實驗結果 上海我忘記寫了 data collection 有沒有data你收集什麼 一定要才有data collection 然後再來就是 為什麼這些是對的 那現在也是為什麼是錯的 錯也要知道原因 對也要知道原因 要稍微分析一下 什麼狀況是對 什麼狀況是錯 那為什麼 這樣子 那最後結論 就說這兩課收很大 所以鼓勵寫DMA繼續來修 開開手 OK 就結論這樣子 所以大概10頁左右 10頁左右這樣子 每一個 就是每個group 就大概復工一下 寫一下這樣子 OK 這個沒有問題 就是framework project的PP 你不要想太遠 不要想太遠 不要想太遠 好 好 那回到 不要剛剛那一切 我的課裡不要想太遠 剛剛回到這一邊 這邊來再講一下 我們是以每個pixel為單位來做 每個pixel為單位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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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剛講的是包括那個樹在移動的結局 那樹在移動的時候 它是像backgrounds有兩種 一種是天空 一種是樹葉 所以那時候你的distribution會 你的那個群群 那個高區層會分成兩邊 一邊是在 就兩個沒有overlap 一邊是屬於 天空比較亮就在右邊 樹比較暗一點就在左邊 所以不一定會有overlap 所以你的高區model 不一定會有overlap 可能是兩個獨立的群組 這樣子 那是高區model 好 那我剛剛講的是獨立的一邊 那現在重點是說 那那個 我們要真的是一個物體 所以要跟鄰居產生關係 所以鄰居第一個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我們講的是五成五 二屬公格裡面 我只取最大那個值 最大的機率值 因為我們是backgroundmodel裡 所持巨大的值 為什麼 然後取最大的值 就當成這個最後的結果 就是這個值 大於靈界值就是background 小於靈界值就是forground 是要做這道搜尋 不是單獨這個人來判斷 單點判斷會有誤差 你會發現多雜訊 所以剛剛我們在舉例子的時候 除了一些具體 既然會有誤差 就給大家 既然會然動 我先講這 你如果單點會產生這種雜訊 一點點很多雜訊 你還沒有考慮到鄰居 你如果考慮到鄰居的話 這些雜訊會減少很多 因為這屬於單點 這種雜訊會誤判 誤判成前景 那你要去除這種屬於誤 像這個也是一個 你發現這個名 這中間怎麼 人走進來會產 尤其一個照相太靠近背部 那個牆壁的話 牆壁會有這片片片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那個 你沒有他椅子走 可是這已經會產生 你往牆壁走的話 牆壁會受你影響 它會產生這些雜訊 那我怎麼去除這個背景這個雜訊 你越過來你本來沒有嗎 你越走過來 越靠近牆壁的時候 會有那個 看不到那個反光 可是攝影機看得到 那你要去除那個雜訊的話 就是用這兩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就是講的 因為你很多被誤判成很前景 你被誤判成前景 那你要把前景去除掉 也就是在25公格或3x3 9公格裡面 找到最大的值 來取代你中間這個值 那最大的就是背景 那這樣的話 你就會把 就把誤判的 單點的那個前景 被背景取代掉 所以這個第一個就是 取代那個 那個 就是去除雜訊的一個方法 第二個是說 一樣 這的話是9公格 3x9 我就把這9公格的機率值 全部沉在一起 所以沉在一起 所以最後這邊判斷反而是 下一頁 我們判斷的時候 反而是這兩個事實在判斷 不是單點判斷 是用這兩個事實在判斷 這兩個結果來判斷 第一個就我剛剛講的 我9公格裡面找最大值 這個最大值 如果大猶豫戒指 表實上是背景 這樣可以去除誤判的前景 第二個去除誤判前景是 當我把這9公格 所有的值都相乘在一起 你會發現 我相乘在一起的 大於零戒指 因為你都是背景的詞 如果都是背景的詞的話 你存在一起的機率值會比較高 如果是中間9公格裡面 有任何一個pixel 是屬於或兩個pixel 屬於前景的話 那這9公格的 相乘後的詞 就突然間掉下來 因為前景的機率值比較低 那根據這兩個的交際 我就可以去除掉雜訊 結果是蠻好的 所以很多技術基本上是 用很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把雜訊去除掉 OK 那背光捨追尋技能 我們就講到這裡 那後面還有 後面講述還有一些東西 你再仔細看 那這個open CV 裡面 它有提供給你 好像有四種 背光捨追尋的結果 那我們好像做出來的結果 比較好是 背光圖的樣子 圖的樣子 圖的樣子 圖比較好 那有一個叫 那個叫 Codebook那個 不好做 有一個方法 還不錯是叫 Codebook 那個方法 我們做出結果是 那個方法比較複雜 又比較慢 好 好 那我開始講 那個 Tippin 的 這個上代 我聽那個講到 好 我上來都先講那個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這還沒講 14年 14年 謝謝 謝謝 好的 講到這裡 OK 好 我們繼續往這邊講 就是說 這個章 最主要是講 要講這個 這個unit 這個unit 這是unit 這樣 U字形 unit 然後中間是 show cut的過來 把這裡資訊 當生活 同時 還要把它給過來 這是第23頁 這裡 好 那我把這個再恢復到 剛剛14頁這邊 那14頁這邊 這邊講的就是 因為我們 這堂課 我們重點是在 就要講 sigmentation 的東西 因為 昨天那堂課 沒有講 沒有講 missal-wise sigmentation 就沒有講mask 只講bombing box 那這邊都有 希望講不一樣 所以我講 mask的東西 那mask的東西的話 我還是回到這個圖來的中 我還是回到這個圖來的中 所以我之前都講 ecoder 編碼這一塊 那編碼這一塊 最後都是為了分類 分類 可是這邊沒有幫電box 因為編碼編到最後一片很小小 那個g剩14x14 那很難 很難去 去做bombing box 因為那個要恢復到 恢復到原來的那個pixel size 所以在我們這邊就下一個第二個字 這個就有bombing box Fest RCNA 那後面是mask 這待會兒我會講 mask RCNA mask RCNA就是我希望做到每個pixel 所以我剛剛講的background substitution 都跟mask有關 跟每個pixel的forground background有關 所以mask RCNA就是要萃取 forground的東西 用background的萃取出來 而且要萃取到pixel-wise 所以我們先講unit 那後面會講那個叫mask RCNA 因為unit會不夠仔細 好那我們回到這一邊 所以我們encoder是在這裡 可是因為你要做到每個pixel 像我們做那個open pose 要做到這個整個肢體動作的話 要做到每個pixel的話 我們還要做down 這是down sequence 要up sequence回來 那另外一個名詞 這叫convolution convolution 這叫deconvolution deconvolution 就把它恢復回來到原來的 所以這裡down sequence幾層 就up sequence幾層 那這個東西事實上那個 又稱為autoencoder 這個事實上又稱為autoencoder autoencoder在拿來做什麼 就是做GAA的東西 那我這堂課明時也講了一個東西 但是讓你知道一下 GAA的東西就是這樣編碼完 然後再up separate 那GAA的東西你要把它 你可以把它認為這一塊是屬於PCA 因為GAA是從PCA來的 就eigen vector eigenvalue 所以這一塊是eigen vector eigenvalue的東西 在這一塊 那這一塊是reconstruction回來 所以GAA的話 基本上這是incoder變成eigen vector 然後右邊這一塊是incoder 把核子 把核成 把核成 把核成回來 變成新的物體 就是GAA的原理 可以核成新的東西 就是GAA 那這個不只用在GAA 因為這個變成autoencoder 這整個是一個 叫做autoencoder 把它incoder 跟decode 叫autoencoder 那autoencoder是 就是 它用的還蠻廣的 就是 我三個講義裡面 就這一塊 第四個這一塊 一個是往GAA走 一個是往autoencoder 這邊走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的Mask 實際上是一種 autoencoder的成果 Mask這邊 那autoencoder這邊 有一個領域的人 一直在解釋這個問題 就用到不同領域 不只Mask 好 那再給我剛剛的講義 那Unate 基本上就是把這裡的 每個紅色這一塊 shortcut過來 每個紅色這一塊 shortcut過來 就是Unate 一模一樣 那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就把它畫成 它把它畫成這個 可是它實際上就是 autoencoder 是一模一樣 但是它為了 這篇配的 因為它第一篇把 它是第一篇 把這個修看得過來 結果很好 最最有名 結果真的很好 但是 因為之前的 之前的autoencoder 都沒有把這個拉過來 那我上禮拜有講 為什麼要拉過來 是因為它避免這個資訊 因為你encoder進來 就decoder回來 資訊損失掉了 所以你要把它資料 把它拉過來 修看得過來 就把資料就保留住了 這樣子 所以之後Retin 都是用Retin Yolo V3 Yolo V4 都是用這個概念 OK 所以這是 就是修看的東西 好 再 我們就直接講 18頁這邊 18頁這邊 就直接講 UNET的東西 好 那UNET的東西 那UNET的東西 EarthStory 這是整個UNET的架構 整個UNET的架構 那UNET在做什麼 拿來做什麼 它拿來就是做那個 看前面這邊 就這邊的 就細胞網 它希望把這個細胞網 這個印度連在一起 然後細胞網這裡 看起來不清楚 還不清楚 就真的很不清楚 那有沒有辦法 可以把它做 就把這個 一個區一個區 把它分離出來 是必受的 就要成功了 也做得很好 那它事實上 它事實上不只做 它重點是 它事實上不只做這個好 它最對那個 骨 那個 我不看慣了嗎 不少配合在講脊椎骨 脊椎骨 用X光拍的 脊椎骨 那個邊緣很模糊 它可以把 模糊的東西 把它 label 出來 那問題在哪邊 問題在很模糊的地方 事實上是很難 label 出來 那怎麼辦 就要靠有經驗的儀式來 label 所以它怎麼 label 電腦就笨笨的學它 它如果 label 錯 它就學它 錯也就錯 它如果 label 對就對 這樣子 所以很多說 X光的 都是用 unit 來做 但是證明的結果很好 那 unit 為什麼 結果會很好 因為它 loss function 裡面 有多一個 turn 所以它 unit 有名 事實上是在 找一下 它的 loss function 就是我們告訴你 在二十一頁這邊 它會把它的 loss function 增加一個 turn 這個 turn 就是 我們本來講 close entropy 就 y plan of the y 就這樣 所以我們剛剛講 Auto Encoder 它的 loss function 就是 y local y y plan local y 就這樣 那 unit 覺得這樣不對 這樣的話 邊緣沒辦法強化出來 那它為了強化邊緣 它就加一個 weight turn 那上次就是我們講 prior probability 所以我講 prior probability 看什麼定義 那這個 weight turn 基本上就在這裡 它就是強調是什麼 它除了這個 當你倍率領完以後 我們做肺癌上 我們這邊沒有加進去 做肺癌的同時 這邊要把這個 turn 再加進去 就是說 它用 我上個講的 一個要 distance transform 我忘記不記得 我在前面幾章 有講的 distance transform 什麼叫 distance transform 就是說 當這個 boundary 你的物體 waiting 你的這個 pixel 越遠離 boundary的地方 你的waiter就會越輕 當你把這個 segregation 做完以後 你把它丟到那個 distance 就是 distance transform 以內 它就幫你把 waiting 都做完了 waiting就是說 當你這個 pixel 存在 edge的地方的話 它位置就一點點 當你這個 pixel 越遠離邊緣的地方的時候 它就會 decay 那 decay 那 decay 到某個距離後 它這個可以當你 它就把這個 waiting 加進來 取代 close entropy 它成功是成功的 在這裏 所以 我講的 是讓你的那個 deep limit的東西 deep limit的東西 除了你的 structure 很重要以外 另外那重點是在 loss function 所以 loss function 是可以改的 Structure是可以改的 那至於那個Gradient Descent的東西 你不要去碰那個統計系列排款的平台厲害 他們會不去玩這種Boss function的數學的東西 但是你重點在那個參數怎麼跳 所以Gradient Descent的重點是 我們要填那些Rending Ray那些你要去挑它 其他我覺得不適合你去碰它 以Compute Science來講 我也不敢碰它 因為改不了 沒那麼厲害 沒那麼厲害 好 那回到這Rose function這邊是可以改 因為Rose function上很多 Ratina又強調這一塊 Ratina那一個強調 那這裡Unit的強調就是 我加這個Turn進來 那這個Turn一個Waiting的Turn 我去強調你在Level0的時候 很Bounder的地方 我給它越靠去Bounder就給它Level1 越遠離Bounder就給它越DK下去越小 那這個怎麼做 用什麼方法來做 一直沒辦法Level 所以剛好很Lucky就是有一個Distance Transpone 就我們講的傳統的Compute Region的方式 有一個Distance Transpone 它就在幫你做這個Level你得懂 做這種Waiting的動作 所以它這一邊就把這個拿來 用 成功了 那整個Bounder就找得很漂亮 所以在Rose function那邊上 你可以強化去 去到我們的結果更好 那我回到這一邊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它就去做Leveling 就是這張圓的Level這張影像 那輸出的話是它去做這個Leveling 輸出這半的影像 就是前景跟背景這樣子 當然它除了還會產生一個 它還會產生另外一個 像是那個我剛剛講的Distance Transpone 跟Waiting 在旁邊有一個Waiting這樣子 OK 那這樣的話 那它這裡另外 Unit另外一個有一個缺點是 它輸出的影像 輸出的影像 這個Size 輸出的影像是572x572 輸出的影像才 而且就是不大 388多少 就被你減少很多 這是它另外一個缺點 那Automigodern是這個缺點 那這是它有另外一個缺點 那這個缺點的話 它怎麼改善 它只好把輸入的影像 就假設我的輸入是紅色這一塊 它就把這塊影像把它擴大 擴大一點 那至少輸出的時候就是紅色這一塊 那外面這一塊就是它把它去 就是Oglamatic把它擴大這樣子 變比較大 變572x572輸出這樣子 這是它的缺點 那它的整個演算法是 但是很簡單 就是 好的東西不是複雜 好的是簡單 規律 規律簡單 所以一開始就是572x572 然後它就去做那個conversion 但是它沒有做payting 我上次講它沒有做 它只能用三乘三來conversion 因為它沒有做payting 所以它外面bunders就損失左右各一個pixel 就損失兩個pixel 在這裡 再做一次又損失兩個pixel 因為它沒有做payting 所以到這裡的時候 它本來是黑白 它是黑白 可以用彩色RGB 它用黑白 它變64個map 也是64個map 這樣子 然後在這裡的時候 它已經幫你損失的一些資訊 沒關係 上來沒關係 上來沒關係 然後再做dancement下來 那dancement下來的時候 反而是560幾的 變25GA 那本來64的話 它就繼續做conversion 被例被就128 所以它這樣做 一次做了那個兩次以後 再dancement下來 再做兩次 再dancement下來 到最後一層 那最後一層剩下是342x332 所以它是做5個dancement下來 所以它的整個還蠻簡單的 那我覺得它做得很好是 它的整個架構很簡單 但是結果很好 所以重點是lose function 一個是short cut 好 那它開始up-setment up-setment的方式就是 它up-setment完以後 它有一半是把前面 同個level的解析度的東西 把它 扛過來 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它又保留前面的秩序 保留下來 它兩個在一起 然後再做conversion 然後再up-setment 這樣子 那持續上up-setment 你down-setment五次 up-setment五次 到最後一層 那它到最後一層的時候 再注意一下 它也是根據前面一樣 它只做兩次conversion 就要輸出結果 因為它輸出的結果 它輸出的結果 只有兩個 就foreground 每個pixel 是foreground 跟background 所以是二分塊 所以最後只剩下兩個map 一個map就是foreground 一個map是background 就三個兩個map 所以它整個 架構非常單純 但結果非常好 所以它是它厲害的地方 好 輸出兩倍 那你要想 你要想 那我如果要 可以不會拿這個來做 不同的classification 是可以的 這個叫head 所以你 當你輸出的時候 你不是背景跟前景 你輸出的時候 希望是更多的種類 那這裡還是可以處理 後面就有 有些paper就開始 它輸出不是前景跟背景 它輸出除了前景以外 還分類 所以在這裡就可以 除了 它不只只輸出前景 它前景還分類 就在這裡 它有改了 就改它loss function OK 好 那21頁 就我們講的 我們除了 剛剛講的是structure 所以我需要你PPT組 講完structure以後 你要去講你的loss function 那loss function這裡講的 很重要就是 它改了 它把weight改進來 那weight 它就每個penso 都給它一個weight 那這weight 就跟bundered的距離有關 那這個就改一個w 那改完w 它整個結果 尤其在那種 模糊的bundered的地方 它就強化了 會做得很漂亮 但是我講的 要小心 因為它是模糊的 方對是模糊 那那個地方是模糊的 那個x光是模糊的 你如果沒經驗 你跟它標錯的話 你出來結果是錯的 因為它是聽你的 你怎麼標給它 那個乖乖的 照你的方式來做 所以這個真的需要有經驗的人 來幫你做label 所以你要很尊敬醫生 醫生的訓誤 幫你做這個 好 好 那這個後面就還好 它還是用gradient and stochist gradient 其實現在都是用SGD來做 那moment 像它居然用到0.99 這裡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有點太高 我通常是用 我學生通常是用0.5 但是 這我不確定 它是paper的時候用0.99 就是照鏈的 那你可以 有時候可以調低一點沒關係 就試試看 那這我待會再把 待會再把這個講完以後 我們就講那個mask rcmn的東西 mask會比較 我會講比較多的東西 因為mask那非常是 有些是比較基本的 這是後面應用的 謝謝下一位